小伙伴们,咱家妈是在用这样的一套天马行空的不靠谱的十字卡片认字了吗 回家啊,切记一定一定扔掉它 所以这期视频你一定要转发给那些你关心的正处在十字阶段的小孩子的家长们好好看一看啊 好了,咱们来说一下吧 这本来也是那个,我一个粉丝问我,说老师有这么一套这个十字卡片 我看那个某宝上销量特别特别大,能不能用啊 我也是钱多了烧的,我全给它买回来了 就它们那个最大规模的,一共一千五百字的,我全买回来了 一千五百字啊,我回过头来一张一张的数了一下 我只数出来这么一点点是对的,是能用的 而且还是特别简单的那种,你看这种什么鱼啊 什么那种羊啊,牛啊,什么这种特别简单的这些象形字是对的 哇,一千五百多张,只有六十张左右吧,是可用的 这家有点贵啊,是吧 你看完了,特别不靠谱,比如说他讲这个安这个字 哎,人家这个字它本来都已经非常明确了 宝盖头下面一个女字,你看人画了个什么东西 画了个天安门,然后有两个小孩交叉着手跟他拿着小国旗 不是,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女字你体现在哪里了呢 有人说,嗨,这玩意不就是个图片吗 咱们汉字本来就是表意的文字,对不对 反正这孩子瞅着这个图片,他能记住这个字怎么写不就完事了吗 哎,道理可真不是这么讲的,苍结想的是个玻璃球子 你跟那儿画出来是个跨过轴子,转而离得十万八千里去了 对吧,就这种特别不靠谱了,这种字在这套字字卡里面 全部都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啊,它就像你练武术一样 那武侠小说里边怎么演的来着,对吧 还有印象呢,你要练武术练这种内功 你就要跟着人家那种名门正宗的内功去练 比如说像什么玄真派了,对吧 你整个半本书的九阴真经,不知道真假,自个儿也看都看不懂 跟那儿胡操练了半天,哎,眼不前瞅着你是能打人,对吧 但是你整住个黑风霜下来,回头把自己练的血脉都逆流了 这玩意愿都救不了你,对不对 哎,所以来,咱们跟大家说一下 在认字这块,什么样是所谓的名门正宗的内功呢 就是咱们这个汉字正儿八经的渊源,正儿八经的源流 那个原本人家苍结造的那个玻璃球子,它是怎么写的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字啊,这个字叫做人,对吧,最简单了 按照他的这条字卡的思路是一个小朋友的茬子腿走路 你说这不也这个人吗,不是 正儿八经咱造这个字的时候,人家一个人啊 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一个人像 哎,你看这个头也省略了,身子腿这么画下来 然后是一个小胳膊,对吧 你要觉得长得他不像咱现在的这个人呢 你看他反过来画,这就长得像了,是不是 所以人的这一撇应该是从他的头到身子到腿 这一那是他伸出来的胳膊的那个样子 那你说这能有什么区别 你要单看人这一个字确实还没什么区别 但是啊,人它作为咱们汉字当中一个特别重要 而且常见的构字组件 它会跟别的字组合在一块来形成新的字 比如说啊,两个人它就形成一个字 形成啥字呢,你看,北这个字 它原本就是一个人朝这边,一个人朝那边 两个人背靠背 你去看看现在北大的校徽 哎,那个背就是这样的 啊,所以你如果要是把那个人理解成一个小孩插着腿 那这个背应该怎么解释 就一个小孩朝这边插腿 一个小孩朝那边插腿 完全插皮了 它就没有背靠背的这个意思,是不是 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字它表示了方向上的那个北 那你说我们的这个后背怎么办呢 哎,它在下面加了一个这个肉月膨 表示是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的器官 就完事了,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后背的背,对不对 哎,你看啊,它在这儿完全没有这条体系的事怎么解释呢 人写的是一个小朋友插腿,然后背呢 人家直接给你画了一个北极熊,你知道吗 它就完完全全没有这种汉字的构字组件和构字组件之间的这种关系 而这种构字组件和构字组件之间的关系是现在的课标 对于小朋友们学汉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一年级到二年级就要求你去观察这个构字组件 而且还要去观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对吧 三年级四年级怎么说的呢 是你要去感受这个汉字阴形意之间的这个关系 你看汉字写成这个样子 它为什么能表示北这个方向 为什么它写成这个样子能表示后背的这个意思呢 这后背索性坏了一个小女孩的后背,对吧 它为了让这个后背的这个小短痕看起来更合理一点 画的是这小女孩的小辫子 哎呦我的苍天了 这个没法用,真的没法用 武功尽费的一套十字卡片,好吗 这咱们在这儿跟他说的 这个小满老师不是说故意的拉踩 它确实太差 那有小伙伴就问了 说老师我们要找那个靠谱一点的十字卡片有没有呢 有,我也花金钱买的 这一套就靠谱多了 啊,就是这是怎么回事,就是话说汉字的第一阶第二阶和第三阶 但这套十字卡片我看了一下 它的那个所有字里边的这种源流的解释 基本上都是对的 啊,你看看这个字它经过了一些艺术化的处理 但它事实上和最初的那个汉字的源流是一样的 有一些地方,比如像去这个字 正常你要写的话,应该把这个小人写到这个东西的上面 但它可能就为了让你表示觉得这个离开这个意思更明显一点的吧 但这个东西倒不重要,对吧 写在它正上方还是下面 这个东西它就是为了这个理解的这种活用 我觉得也还可以,也还可以 它里面还配了一套这个小字卡 然后给你解释 比如说这个字,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为什么写成这样 下面有些文字那种解释 这还可以 但这一套十字卡的这个 难道是吹毛求疵挑点这个问题吗 主人,第一个 它的字特别特别少 这么一盒,也就是一个阶段 它只有一百个字 所以你就把这三盒全买全了 一共也就只有三百个字 那对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学到的 见到的三千多个常用汉字来说 这实在太杯水车薪了 是不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一盒一百个字吧 大概是我买的时候是九十多块钱 也就将近一块钱一个字 对吧 不过我觉得啊 比起这个一千多个汉字里边 只能挑出六十个管用的来说 我觉得还是便宜的不少呢 是不是 但是呢,话说回来 我觉得那你怎么着的话 我觉得还是小喵老师的小喵学字 是比较合算的 首先第一个 小喵学字里边的字量特别大 三千多个常见汉字全部都有 而且整个都是一个视频的形式 你说这个汉字的这个小卡片 给你画的再生动形象 哪能比得上我一个活人在旁边 连笔画带给你讲的 那么念念叨叨的给你讲清楚 对吧 另外你看 小喵老师这个小喵学字 完完全全都是按照 咱们汉字组合的这个规律来的 汉字和汉字 汉字和部件之间 它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 咱们会收到这一共六张啊 这个字谱的图 每一张上大概有五六百个字 你看这一张基本上和人相关的 刚才咱们讲到人那一块 你看这个人单个的这个人 然后引申出来一个 两个人凑在一块 你就能找到刚才咱们讲的 那个背那个字和背那个字 一步一步是怎么引申出来的 整个是把一个汉字形成 一个系统这么来讲的 所以咱们这个视频 帮大家毙了一个大坑 种了两个草 那么同时呢 也跟大家说了说 在学语言学文字的时候 那个名门正宗的内功 是怎么样来修炼的这个方法 感谢您的观看